各位同學,現在將這條功課做一次給你們看 我在Zoom第一次用Zoom 試一下可不可以分享給你們看 這次是做課本的,如果你看到屏幕 205頁第2本書,205頁第10條 我應該要怎樣做這條題目呢? 我試一下開我的筆 首先第一步 我們看看現在它的斜坡是光滑的 光滑,即是F等於0 F等於0N 質量是m 木箱只是被8N拉上去 角度是30度 木箱如果一開始叫這個位置做0 如果這個位置叫S等於0 向上最後走20米 速率又0 U等於0 最後速率 V就是2ms負1 A part就是非常簡單的問題 他問你拉力對木箱做了多少工 我提提拉力對木箱做了多少工呢? 拉力是8N 走20米 所以A part 我用回W等於F X 這樣就算了 拉力是8N 這個位置是20米 所以 用了160兆 就是這麼簡單 OK 好了 我看看B part B part 他現在說什麼呢? 他說 試一下以木箱的質量m 表示他的動能和勢能 由此 求質量m 好了 這裡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步 第一步你要知道 現在 我給他進去的工 要來做了什麼呢? 其實這個工 第一步 令他升高了 第二步 第二步 令他不動 變動 就是說 我們的心 我把心 出來 我們的心 要想一件事 W放進去 有什麼用呢? 這個就是拉力 就是 變了木箱的PE 加KE 即是變了木箱的勢能 加動能 好了 問題又來了 他升高了多少呢? 升高了多少呢? 我試一下畫一畫 學一學 升高了多少呢? 如果 這裡是20 這裡是 30度的話 這個H 對嗎? 你也要熟悉 si cos tangent 你也應該要熟悉si cos tangent 所以在這個平方 對邊除 斜邊就是 si 30度 OK si 30度是2分1 乘20 這就是H 記住si 30度是0.5 0.5就是這個東西 升高了10米 所以這個H就等於10米 OK 好了 這裡都處理完之後呢 我回到這裡了 我回到這裡了 好了 B part 我們怎麼做呢? B part就是 放進去的功 就等於 PE 加 K2 對不對? 好了 現在放進去 就是 160兆 就等於 質量不知 G H 加 2分1 mv 平方 好 2分1mv 平方 好了 來了 就是說 160 就等於 質量不知 G G 9.81 乘10 升高了10米 就是這個10米 加 2分1 質量不知 速度 2ms 負一 所以這裡就是2 記住 不要漏了這個平方 不要漏了這個平方 好了 怎樣計算好一點呢? 160 抽個m出來 剩下9.81乘10 這個就是98.1 加 這個是4 4除2 再加2 對不對? 好了 就這樣做 所以呢 計算出來 就是 160 就等於 m 乘100.1 對不對? 那用計算機 m 就大約 將這個脫下 大約 1.6 0 KG 好了 希望 這條題目 都 幫到大家 對 工 TE KE的關係 都多一點了解 希望同學都努力 去看一看 OK 好 下次上課再見 拜拜